我们在接下来来去观看一下地理分析完毕之后 我想跟各位分享关键影响因素 关键影响因素 我们这里面是不是有很多很多例子 我们这里面的栏位有地区 指赖别有利润有折扣有程式 是不是有很多很多资料 我们总想要知道到底哪一个是关键的影响因素 可以吗 那怎么样去做 如何去做这件事呢 请问一下 你觉得老板是不是想要知道利润 那我们就主要看什么 这个关键影响因素 请第一件事请点关键影响因素 这边是不是有分析 栏位第一个是不是分析 我要分析的是利润 所以请勾利润 我要去分析利润 所以当你勾选利润的时候 它是不是自动跑到分析里面 请问你要去说明依据 说明依据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要去拿哪一个项目来去说明利润 增加或利润减少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假设我们先去看 我们先去看折扣好不好 所以请把折扣翻到说明依据 再把数量翻到说明依据 再把数量翻到说明依据 再把销售额翻到说明依据 就是看你要说哪几件事 可不可以再翻 可以 请问你们这边有没有看到折扣为0以下 有看到吗 利润的平均增加695.2 什么销售额超过1521.94的 利润会增加560.6 有看到这些资讯吗 你要点 你要点这个点 因为他是要分析 你要点这个圆圈 可以吗 好 我接下来我就要解释这两边 这两边到底在做什么事 请问一下 假设你今天你有一堆 一堆的栏位 一堆的栏位 你看嘛 你觉得我这边是不是有很多很多栏位 那老板总想要知道到底是什么主要影响利润增加或减少的依据 你觉得老板想不想知道这件事 大家都想 例如说好了 我假设拿到所有精彩539的开奖的编号 我想要知道 我想要知道 这种就是开出二号 开出二号 哪一个数字 跟他更容易开出来 有听懂吗 你们要是真的有听懂的话 可能连公务的人都不想做了 真的有一对夫妻退休之后 他就两夫妻决定做一件事 我们要中乐透 有听懂吗 就退休之后 两夫妻大眼振脚也没事做 有一天我也跟我太医讲 我在念说 我就跟他说小孩子大了 那你要做什么 然后他也跑去中央大学念书 你说这样好不好 当然好啊 总的两个人在那边大眼振脚也 对不对 说这边张了 你不可以去清理一下 反正那种生活真的是 我只是要告诉你 我只是要告诉你 就是说我这边 我这边 假设搜集了非常非常多的资料 就是例如说 这些十万个病例 例如说脑中风病患 我十万个病例 所有的相关难过都放在这边 好 那可能会有他的血压 高血压 低血压 可能会有他的 例如说血红柱啊 还有尿蛋白啊 反正很多很多项的资料 然后我就想要知道说 到底什么 到底什么 会跟那个脑中风逐年增加 是有关系的 因为我能够做的分析 是不是要 就是看那个趋势增加 那我就想要调查出来 到底是什么 跟这个逐年增加 是有关系的这件事 这个时候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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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非常地重要 这样可以了解吗 这个叫 关键 影响因素 好 接下来 我们先来解释 这图到底在讲什么 好 首先你要看 第一个 关键影响因素 请问是不是只有增加跟减少 会让利润增加的 跟会让利润减少的 有看到吗 所以 你是不是可以切换一下 会让利润减少的 有看到吗 有什么会影响利润减少 他说 折扣为超过0.25 就会让我们的利润减少 795.2 和795.8 有看到这件事吗 有没有看到这件事 有 请问这是什么 这看得懂吗 看不懂 我也只能再从头到尾念一遍 这在讲什么 折扣要是超过0.25 就是有打折 知道 没打折是不是就0 有打折 0.25以上 这是0 包含0 以及0以下 然后呢 这个是 0到0.1 这个是什么 0.1到0.2 这个是0.2到0.25 这个是什么 0.25以上 有看到吗 这绿色 是不是往下降很多 有看到这件事吗 那他的算法是这样子 他的算法是 整个平均在这里 整个平均 是不是将近400 整个平均知道吗 就是平均的利润 平均的利润 可是呢 如果你今天 这个折扣 折扣超过0.25 就是这一块 这一块利润 是不是负的400 有看到吗 所以这边 这个全部加起来是 795.8 有听懂这个意思吗 这一段 因为你要从平均开始算 这边应该占比较多 平均 这一段加上这一段 就是他整个 整个 他应该要达到快400 他应该要达到400 因为平均啊 这样了解吗 所以他现在没有达到400 他是下降降到795.8 就是这一段 加上这一段 好 我减少 讲完了 而且 这是最多最多的减少 可以了解吗 请问你打折扣 打的折扣越多 你的利润本身就会下降越多 那是因为公司有一个政策 销售越多 利润越高 那你现在 打折这件事情 就是你本来可以卖100 现在你打了 例如说 2.5折 2.5折 那是不是扣掉百分之 你只能赚75 赚75元 对不对 所以你的利润相对 是不是又会被下降 这样知道 我现在在做什么事情吗 有没有感觉 我跟你讲 如果你要念研究所 这件事情 对你来说 太重要了 好 就提供给你参考 你再举个例 增加 增加知道吗 好 你顺便看一下 你看 这边还有什么会影响的 例如说销售额为442 你点第二个 442 这个 442以下 就是销售额442以下 它的平均 平均的一个 一个差别 有看到吗 请问 请问这件事情 告诉你什么 这件事情可以告诉我们 什么资讯 你看嘛 这边 这边是不是 442 如果我们的单价 在442 以上 是不是有增加 有增加 超过1521 它不是减少 它是增加 所以如果你要利润 避免它减少 你就要想办法 把这个销售额增加 对不对 对 可以吗 可以 这是我说的 可以吗 那我就看看你是不是在别的地方筛选掉什么 这我都不晓得了 或者是你 在别的 你再增加一张图表 再重新画一次 好 可是 你现在重点 是要听 是要看得懂 请问这331是怎么算出来的 这条线 减去这一点点 这个 这个值 减去这一点点 这样可以了解吗 就是 它减少 你看在这里面 这个 如果你的卖价格 超过了15000多 1500多的时候 它是不是利润 是增加的 对不对 他在说这件事 可是 可是如果你卖价很低的时候 它其实是利润是下降 他只是在强调 这张图在讲这件事 那我们来看增加咯 一定要看懂图哦 来清点增加 你看哦 折扣为零以下 折扣是零以下的 这边是不是有看到什么 负282.69 这个是平均值嘛 平均值 负282.69 再加多少 再加这一段 就是 这一段就是 负282.69 再加上这一段 加400左右 有看到哦 就算出来是这个值 这个值是多少 404.68 所以 等于 404.68 加282.69 就算出来是这个 这意思是什么 这意思是说 不打折 不打折利润会比较高 就是说 你在这里面 是不是可以看到 0到0.1 这边也是有打折 这边 所创造出来的利润 是比较高的 有没有 利润增加 是比较高的 就是说 我们打折 如果是打 0到0.1 我们创造出来的利润 是最多的 接下来就是 零以下的 那这边 有没有看到 销售额超过 1521.94 超过1521 就是这个值 减去这个值 这样可以了解吗 减去那个平均值 平均获利 好 所以 我只是 期待 希望说 你们 当你拿到资料 举例来说 好了 PM2.5 你今天去量测质量 不肯指量 PM2.5 你会量什么 CO2 反正你会量很多种气体 对不对 它的含量 那我们 重点 我们可以做什么研究分析呢 就是 因为是大数据分析 我们就可以分析说 这个20年来 什么气体 什么气体 它其实有在持续的变化中 是增加还是减少 好 这当我们碰到 这个现象 接下来 我们就做 就做 就做这个 什么关键影响因素 然后我们把很多气体都搬进去 它就会帮我们去算出来说 什么气体的增加 导致这个气体增加特别多 这样了解吗 好 其中给你们参考一下 本正就是 看看 看看我们明天举一个什么例子 会比较合适一点 好 因为我本来真的希望我们就分五组 例如说第一组算交通意外事故 全国交通意外事故 从以前 以前是哪一种交通意外事故最多 可能是机车 后来慢慢变成汽车 可是我们这样更关心的就是说 不同的现实会有差别 那交通意外事故 这我们来算健康资料 例如说 癌症死亡发生 你们猜一下哪一个现实第一 癌症发生 癌症发生 我们只讲发生 导致你们猜十个都猜不出来的那个现实 不是 嘉义 对嘉义 嘉义好山好水 适合养老 因为癌症这个就是要年纪越老的人 他可能会得两次三次 因为我们现在台北市平均一命88 女生88.5岁 男生也快到83岁 所以 现在都在比你会得一个还是两个 反正就是可能没有办法这样子来去玩 至少 至少我会希望说 你们知道我们的开放资料 可以怎么样来去做一些脑力激动 我们来去做大数据分析 好可以吗 我要继续再往下讲咯 各位 我们早上每一台电脑是不是都有下载 下载2013到2016年的订单资料 对不对 我们现在先把这个办例先储存起来好吗